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去年2023年第一季 整个市场的固态硬碟大跌价 我也顺势买了一颗 美商博地P210 512GB 2.5吋 SSD固态硬碟来测试 真的没想到 才卖699元的固态硬碟 也让我顺顺 在我的HP800G2迷你电脑里面 使用一年也还没出问题 也可能是我把HP800G2迷你电脑 当作电视盒子在线上看电影 所以没什么超到 刚好约符合P210的能力范围里 所以我也很好奇 今年再升级的P220 512GB 2.5吋 SSD固态硬碟效能有没有再提升 毕竟现代科技技术是每年不断提升 应该只会更好 不太可能更烂吧 而且今年的价格也涨到 512GB要价1188元 比去年快涨了两倍 现在是比去年贵了很多 你说新款P220 没有提升效能鬼才相信 变贵了效能又没提升 那真的说不太过去哦 还不如学学美光MX500 万年不改版升级 卖到现在也是爽爽的赚到吧 但有件事我总觉得怪怪的 在今年美商博地 对P220的产品叙述变得保守低调许多 不像上一代P210那么霸气 怕你不敢用而挂跑胜 真的有鬼哦 那就买一颗回来测试看看就知道了 哇 这P220包装设计完全沿用上一代P210就差产品名称不同 只改一下就轻松解决的上市 所以大家在购买时请多注意一下 因为这一次性包装设计 剪开后要再退货难度又再提升不少 在正面唯一和上代不同 就是名称改为P220 其他部分都大同小异 在背后是简单多国语言产品规格介绍和厂商资讯 它的代理商一样是腹肌电通 同样是有三年有线保固 好快来剪开拿出来看看吧 哎呀 这P220 512GB 2.5寸SSD外壳也是全塑胶材质 四周没有看到螺丝锁点 一样用卡扣固定外壳 所以不用拆了 应该也是和上一代P210的外壳 也就是说P220也会和P210一样超级难拆开的 但再怎么苦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连我自己都很想知道 改款后有没有放什么好料在里面 好 那就照上次拆P210同样角落开始一点一点慢慢拆起 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千万别自己拆开 因为这一个外壳扣脚真的很容易断脚 要再走保固就会很尴尬 会被判为人为损伤 所以大家看我拆就好 别跟自己的钱包过意不去 妈呀 还是一样超难拆开 连用专业工具都不好使 感觉如果你走保固送回去 应该也是换新品给你 再说花那么多力气打开 右段扣脚真的不符合时间成本 天呐 感觉这支扣脚比上大还要咬紧死死 超级难撬开的 OK 全开了 这支P220的主板 排列看起来是专业多了 比较没有手工焊接的粗糙感 这P220的主控晶片是使用大陆联云 MAS 11102 下面这两颗组存颗粒 也是没有印上品牌名称 在背后是空焊没有颗粒 所以它是使用两颗256GB 组成512GB使用 这一个主板生产周期 为2023年第33周 还算蛮新的 那产品开箱先介绍到这里 快点上机测试吧 这次使用测试平台和上次一样 主机板是基加Z690 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200MHz M.2 SSD是PCIe 4.0 安装Windows 11作业系统 写入速度皆为5100MB每秒 显示卡是微信Gaming X3RX6900 XT 16GB 首先用查看主控晶片和 储存颗粒讯息的软体看一下 OK 没问题 主控是MAS 11102 储存颗粒是Intel 144层QLC颗粒 诶?怎么新P220会改用QLC颗粒? 难怪今年产品宣传手法会走保守宣传方式 去年的P210最少还使用长江TLC储存颗粒 唉 使用QLC储存颗粒 接下来的测试效能结果 大家就不要期望P220会有多好的表现 接下来是Crystal Disinfo 目前是全新为使用读写记录 在目前开机后待机温度为28度 大约在待机10分钟后温度会升到30度 光使用塑胶外壳只提升2度也算不错 但当我使用Quizzo Dismark性能读写狂照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最高只会到34度 就再也升不上去像是被锁止限制度 和前一代P210一样 最高温度被限制在34度 可能对只使用全塑胶外壳做法是最保险旗舰吧 虽然说是全塑胶外壳和限制温度 但在测试空盘0%的读写速度 还是能达到官方标示 读取有560MB每秒 写入有505MB每秒 在4K Q1 T1表现也算正常水准内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862分 嗯 不错啊 换了连云主控还是有差的 在IoPS约在5万和6万7左右 确实如官方标示50K正负公差里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写测试部分 一样使用Ida64来对P210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但我必须提醒一下大家 现在改换成QLC储存颗粒 请别再酸言酸语 它就是这样的效能表现 你再酸爆它也不会改变表现事实 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 而它全程一路可以用520MB每秒读取速度到结束 过程中也相当平顺 没有出现太夸张调述现象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在初级写入速度都能平稳维持在450MB每秒左右 接着在写到19%之后 就会出现SLC模拟快举耗尽问题 就直接降速到46-85MB每秒之间 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接着测试时间就会不断向鬼挡墙的 不断增加测试时间到没完没了 所以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们改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52GB测试档复制到P220里面 在初级写入速度会有点小暴冲 约在1.5GB每秒左右 但过了5%后 马上会降速到330-750MB每秒的大幅度 上上下下跳动到写完为止 没看错 它真的有跑到PCIe 2.0 M.2 SSD的速度 在第二次测试初级也是一样效能表现 但到45%后就应该是SLC模拟快取耗尽 最低写入速度可以到12MB每秒 最高能到119MB每秒的上上下下跳动写入 所以说P220 512GB的SLC模拟快取空间约有80GB 用完后就是老老实实的QLC储存颗粒的写入表现 之后的写入速度差不多和USB3.2 Gen1学生点没有太大差别 所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SLC模拟快取耗尽后用了55%硬碟空间读写速度 最后读取有554MB每秒 写入有88MB每秒 在4KQ1 T1为USB3.2 Gen1 5G的表现 所以怎么说呢 你也只能等P220的SLC缓存空间释放回到原始写入速度了 最后在ATD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以上读写速度落差会大一点 约在350-440MB每秒的表现 大约过了256KB以后 就能平稳达到SSD的极限500-530MB每秒的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调述问题 那以上是美商博地P220 512GB 2.5寸SSD固态硬碟测试 唉...最后要怎么说呢 便宜又好用的2.5寸SSD固态硬碟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 现在只能慢慢接受这QLC储存颗粒的替换和使用 对于P220的使用原则 只要你不把它用在大量档案写入 和消耗完它的SLC模拟快取空间 P220都能平顺安稳在你的文书电脑工作 如果你还是介意它的缓外速度超慢无法接受 就请你自己多做点功课和多踩一点雷 找到适合自己的2.5寸SSD固态硬碟 不然就是提高预算购买我推荐过的美光MX500和金士顿KC600 都是不错的选择 只能说这SSD固态硬碟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表现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最近有用过效能还不错的2.5寸SSD固态硬碟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